我们知道乔达摩西达多成佛了之后 乔达摩西达多释迦摩尼佛 为这叫释迦摩尼 就是释迦族的圣人 他成佛之后 在当地的我们所说的沙门中 就是新的宗派中影响力 所以说释迦摩尼佛曾跟六世外道辩论 把所有六世外道这些印度的 所说印度那时候的 我们用现代语言讲 就把那时候的所有的哲学家 所有的新宗派的领袖都变倒 差不多是这样的 而且他开悟之后 他非常有智慧 人们非常流行 修行的人念着他的祭祀 一念念着他的写的开悟的祭祀 一切有为法 结尾和和相 这些祭祀 甚至有些修行人 自己解不开的问题 一听到他这个祭祀 马上这个问题就打开了 所以说乔达摩西达多 出家之后 为释迦族争来了很多这种荣誉 大家也都知道 释迦族出了这样的一个圣人 在宗教哲学领域 都是当时非常有影响力了 之后就是阿南和提伯达多 就跟随佛就出家了 跟随佛就出家了 他俩出家之后 其他的王子也很羡慕 阿那律就想出家 但是当时佛陀制定了一个规则 就是说如果任何人想出家 你必须得征询父母的同意 当时还是有点宫廷剧的感觉 当时挺复杂 还有一个什么事情 静欢王本来是像乔达摩 是以后接他的王位的 但乔达摩西达摩不可能再还俗了 之后他想让阿南来接班 成为王子 结果阿南也出家了 结果静欢王选了谁呢 选了巴提王子 想让他来成为 加比罗为国的王处 因为静欢王比较看重提拔王子 觉得提拔王子挺忠心的 释迦摩尼佛出家的时候 还成为五个侍者 照顾释迦摩尼佛 差不多在静欢王眼里 属于文武双全 但是谁不喜欢的呢 甘露范王就是他叔叔 认为他自己这个儿子 布鲁莫和南 所以阿纳律 阿纳律要出家的时候 跟他爸爸说 说我想出家 他说你出家 你要能劝那提拔王子出家了 他放你王处了 让墨和南来接班了 那我就捅你出家 这个阿纳律 特别有意思 他跟那个巴提王子 他俩关系特别好 这个巴提王子都成王处了 你想想 他就是所说的是真正的太子了 他成为太子 他想我 这马上就当皇帝了 他就不想出家了 他说我七年以后 得跟你出家吧 七年可能都成王了 都不可能出家 阿纳律啊 就天天跟他说 给他耳格子都磨出脚了 因为他俩天天在一起玩嘛 就劝了 结果巴提王子没办法了 那说算了嘛 那七年之后 我就退着太子 我不当太子 我给你出家 这事非常有意思啊 就是有时候软磨硬炮 也很有用是吗 释迦摩尼佛 阿南 提婆 他说摩尼佛 一二三四五六 再加上罗侯罗七 再加上七八个人 他成国王了 摩尼佛 继承了 其他的都出家了 是吗 实际迦摩尼佛 把他家人都度了 给他几个堂兄堂弟 都度了 都度了 后来呢 这个摩尼夫人要出家 太子纪啊 她要出家 她领着罗侯罗 她俩是一起出家了的 那释迦摩尼还有两个孩子 扇兴和优伯耶娜 也都出家了 就是他的三个孩子 都出家了 释迦摩尼佛 孩子基本上也都出家了